我們今天呢是雙魚座的特輯 所以首先呢要一起祝雙魚座的朋友 三女朋友 大家好我是雨柔 我蠻多朋友聽到我是雙魚座都會跟我說 雙魚座好像很做作 或是很愛裝可愛很愛哭之類的 但是認識之後發現好像和他們原本想像中的不一樣 雙魚座女生其實 很厲害 沒有 沒有 雙魚座女生很貼心 就是我們會有注意很多小細節 所以我覺得跟雙魚座當朋友真的是 大家好 我是日生雙魚座 余叔叔 雙魚座的人這個優柔寡斷真的很嚴重 很嚴重 因為常常有時候我自己好不容易做出來的決定 這個沒幾分鐘 我就自己打臉我自己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我們做事好像都沒什麼效率啊 拖拖拉拉的 對 就救我吧 對 好不好 其實雙魚就是一個想的多 他就是很會構思很會氣化很會幻想 但是他的氣化就會讓對方想要對他說氣化 不要這樣 很浪漫啊 他的他的夢想超偉大的你知道嗎 對他現在已經想到200年後的事情了 就是很多很多偉大的一些很神聖的一些 A方案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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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然後告訴你 你想太多了吧 對 牽著你的手第一眼的時候 我就已經想像你穿著上牙白的婚紗的時候 你的夢幻中的婚禮有沒有 可是這樣 對對對 沒錯 他是真心的 不是真的還是假的啊 都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別的那個人 好那我來代替雙魚男來回答你這件事 代替雙魚女來回答你這句 就是喜歡可以整座跟他愛及有名 沒錯啊 真的 沒錯啊 就是這樣 真的 是不是雙魚座的男生跟女生都很容易有王子病 跟公主病 對 他們其實就是一個童話書室裡面的最佳男女主角 而且是女一跟男一 OK 雙魚座會蠻享受被照顧或是被愛的那個感覺 所以如果今天對方會願意付出的時候 就會蠻欣然接受 然後在別人眼裡看來就會覺得 你怎麼好像把人家當公主人或什麼的 但是對我來說我是 我不會主動要求什麼 但是如果你要對我好 我可能 我也不會說不用了這樣 對 但是後來我發現 因為我剛剛有舉那個就是失去伴侶會 失去全世界那一種 後來就是 對 然後再加上公主病自己一些 生活上的反省之後呢 所以如果我覺得 雙魚有經過一些大車大霧之後 是可以是可以調整的 就是我們不一定要怎麼樣 就是我們是水啊對不對 而且是大海耶 我們除了暴容你愛你體諒你之外 就是你想要把我放進什麼形狀的瓶子 我就變成什麼形狀了對不對 我會願意為了我所愛而重新塑造我自己對不對 對這樣我們能夠更幸福對不對 對 這就是我們雙魚就是一個很柔情似水很棒的一個特質啊 聽到這裡漫地其實是聽的不是很賣法 那我就很好奇啊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就是 就是在雙魚座的心目中有個 因為我真的承認他們 其實一開始浪漫跟貼心是 很多女生心動的 我提供一下說我太太的一些特質好了 好不好 給大家分享一下 像我太太她個性非常的開朗 那她很獨立 然後她又不猜忌 啊這點重要 她不猜忌 然後最後她還 她很崇拜我 所以就是要崇拜你 我剛剛只聽到崇拜你而已 關鍵字要崇拜雙魚男 很重要 我不喜歡那種什麼送禮物啊 或是就是故意要招人耳目的那一種 我不喜歡 我喜歡可以注意到細節 或是像比如說我肚子餓 就是比起帶我去吃大餐 我會更喜歡她自己下廚 好啦謝謝今天的壽司雙魚座 謝謝今天的來賓 我們的麥姆怡柔還有余叔叔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謝謝安妮姆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謝謝謝謝老師 掰掰 掰掰